在这个华盛区有些人把这个美容院跟美容诊所是混成一团 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美容院是一般是指的生活美容 我们叫SPA 那么诊所的话是Clinic 是有医生的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听到一个很漂亮什么什么名字 什么什么美容院或者什么什么美容甚至于有的人自己取的中文 取的什么医疗美容这些 但实际上这个不是医生的诊所 他们就是有混淆的地方 我曾经就是在网站上搜索一下 医美这两个字这个出来一百多家 我们这个区域实际上只有十家都不到这个出来一百多家 所以有很多咨询的话就是你去搜寻的时候 你一定不是说看到那个诊所的名字就去 而是一定要看到医生 见到医生以后 医生给你提出你要做什么东西 建议完了以后医生要签字 然后呢这个手术这些打针一般都是医生做 如果有护士做的话 这个护士一定要有执照 这个护士呢如果是你什么都见完了没见到医生 然后就叫你去哪怕是除毛啊 你打针啊或者做镭射的话 这都是不正常的那个情况 这美国法律要求一定要见到医生第一次一定要见到医生 你去了以后是真是假你要见到这个医生 你把他名片拿来 你到Google上去Google一下 用英文Google一下 然后那个上面一般的医生都有正常的执照 如果他不是真的医生的话 我想他那个上面都没有 这种我们在洛杉矶其实挺多的 感到不太那个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叫他们出示一下那个医生的执照 医生那个的那个有自己的医学执照和那个医生 还有那个就是他那个那个行医执照和那个公事的执照 都在都应该挂在外面的 所以你也可以询问这个 所以你感到非常好 你也不一定要马上做 你可以多多咨询几个地方 美国所有的医疗仪器都是要FDA注册批准的 特别是注射的这些针剂啊这些 比如剥料酸呢都是需要那个 那么来卖这些东西的那个代表 卖这些产品的代表 都是应该是正规的公司 然后你如果没有听说这个公司 那医生一般第一句话就是问 把名片给我 你们这个公司是怎么回事 对吧 他如果是这个产品 他没有FDA注册 他不会来正常情况 他不会来卖给你 如果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很明显 就是说便宜很多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根本就没有FDA批准 像我们比如说有些埋线啊 或者是有些东西他不知道怎么进来的 我们都要说你把FDA的批文给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才会买 然后所有医疗的那个supply 他都必须交给医生 叫医生厨师登记你的行医执照才能够卖 在美国他不可能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一个SPA 一个生活美容没有任何的那个支持的话 他不敢卖卖给你的 他一定要有医生的拿到医生执照他才能卖 那么在路上级比较特别就是说有的诊所 有的诊所他可能是那个医生去挂名的 这个也是其实也是非法的 因为诊所在加州必须95%的股份是医生持股的 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的人可能有的医生不太管 然后他挂一个名在那儿 然后用他的名去买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么你看怎么区分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他不会一直在诊所 所有的病人如果要做任何的东西先要见医生 你没见到医生他给你打 说明这个诊所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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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